19岁小伙呆29岁寡妇私奔,隐居深山50多年,开凿6208级爱情天梯,她是感动重庆十大人物之一,她在50年间在深山开凿出6000多级爱情天梯,她更是个天生的痴情种,6岁那年初见16岁的新娘子便一见钟情,十几年后她在家人的反对村民的非议中,带着29岁寡妇和四个孩子私奔,隐居深山,她的爱情故事究竟如何开始的,她们过得幸福吗? 今天就带领大家走进缔造爱情天梯的刘国江徐朝青的故事,上个世纪40年代,一个6岁的小男孩拦住了正要送亲的花轿,接亲的队伍还以为她想讨个彩头,就抓了一把喜糖丢给她,可小男孩却说想让新娘摸摸她,围观的群众顿时捧腹大笑,新郎的面子有些挂不住了,以为这个小屁还想耍流氓,就说她小小年纪不学好,小男孩解释自己正处在换牙的年龄,家里的长辈就说, 只要让新娘子摸一摸门牙,就能长出又白又好看的牙。听完小男孩诚恳地解释,新娘温柔的声音响起,她让小男孩靠近一点,随后花轿的帘子打开,新娘娇羞一笑摸了摸小男孩的门牙。 还跟小男孩说要好好长大,小男孩一直呆愣在原地,直到叔叔找过来,问他在看什么,他告诉叔叔看到从画里走出来的仙女了,还说自己以后也要娶新娘子,叔叔摸了摸她的头,笑着说等你长大了,说不定就不喜欢了。 小男孩不服地嘟囔了一句,永远都喜欢,那一年六岁的刘国江,第一次见到十六岁的新娘子徐朝青,此后只要在街上看到徐朝青都会多看上几眼,年幼的他并没有坏心思,只是对美好的事物抱有纯真的向往,因为他知道徐朝青已经结婚了,已经是别人的妻子了。 刘国江将这份喜欢藏在心底,从来没有去打扰对方,徐朝青二十六岁的时候,家里遭遇了大难,丈夫因病离世,只留下他和四个孩子相依为命,最大的孩子不过九岁,小的才一岁,他也变成了寡妇,婆婆将丈夫的死亡归咎于徐朝青,斥责他是个克服命,以后不会管他,于是全家的负担都落在这个瘦小的女人身上,没了丈夫一家人过得十分艰难。 几个孩子也处在发育的时候,为了让孩子吃饱,他每天没日没夜地编草鞋,可一双草鞋也只能卖三分钱。 就算他再怎么努力,也依旧填不饱孩子的肚子,一个晚上,徐朝青在昏暗的油灯下编制草鞋,突然响起一阵敲门声,他并没有开门,而是警惕地问对方是谁,来人说,徐寡妇,我可以让你家孩子吃上饱饭,只要你让我睡一晚。 话还没说完,徐朝青就让对方赶紧滚,对方骂骂咧咧地走了,临走前还说了很难听的话,确定人走了以后,眼泪刷刷地往下流。 这段时间他遭受了太多的非议,人人都说他偷男人,他原本就怕别人这样说,所以没有和男人独处过,即便这样也挡不住悠悠重口,他告诉自己,哪怕饿死,也不会作奸自己,只是在那个年代,身边没有个男人,很多事情都很难做。 一天徐朝青背着孩子去河边洗衣服,却不小心落入水中,身体虚弱的他,根本没办法游上岸,千军一发之际。 一个身体健壮的少年猛然跳入水中,将他和孩子一起救了上来,徐朝青惊魂未定地望过去,这才发现自己的救命恩人居然是16岁的刘国江。 从此以后,刘国江就经常帮徐朝青做些体力活,有时候还会带带孩子,年纪不大的他,很快就和徐朝青的孩子们打成一片,他也借着这个机会,像暗恋十几年的徐朝青表白,徐朝青这才知道,16岁出嫁时遇到的小男孩,就是眼前这个男人,顿时感动不已,但还是拒绝了刘国江,他眼含泪光地说自己大刘国江十多岁。 还是个寡妇,不想耽误刘国江的大好前程,可刘国江却说不在乎前程,不在乎名声,只在乎他,刘国江把决定告诉了家人,却遭到了全家人的反对,叔叔更是差点被气死,没想到十多年前的话,他居然还记在心里,家里人苦口婆心地劝他放弃徐朝青,村子里有大把代价归中的姑娘。 可刘国江像一头倔驴,说什么都不听,非徐朝青不娶,村子里的人都说徐朝青不守妇道,勾引十几岁的小伙子,两人每天都要忍受左邻右舍的闲言碎语,徐朝青也变得沉默起来。 他是一个活生生的人,不可能不在乎别人的话,刘国江看在眼里疼在心里,他虽然比徐朝青小,但做事极有主见,他问对方是不是真的愿意和自己在一起,徐朝青点了点头。 从这天开始,刘国江和徐朝青销声匿迹,连带着四个孩子也一起消失了,就好像从来不存在一样。 刘国江的家人也曾试图寻找过,可怎么找也找不到,刘国江不堪忍受外人对徐朝青的侮辱,于是带着几人来到被称为半坡头,海拔一千五百米的深山中,刚开始他们找了一处洞穴住着。 日子过得自然贫苦,但想到能和心爱的人在一起,再苦再累,两人都愿意承受,两人给对方起了个名字,徐朝青叫刘国江小伙子,刘国江则叫对方老妈子,他们一砖一瓦地将房子搭建起来,在开垦的农田上拨洒种子,豢养家禽,在山中过上了自己自足。 于是隔绝的生活,只是有些生活必需品,需要下山购买,可他们身处一千五百米海拔的深山里,每次下山上山都十分费力,更何况徐朝青的身子比较虚弱,但刘国江也没有什么好办法,深山里本来就没有路,直到一次徐朝青下山的时候,不小心摔伤了身体,看着满身伤痕的妻子。 刘国江下定了决心,没有路,他就亲自给妻子凿一条路出来,徐朝青虽然很感动,但也认为这是件不可能完成的目标,但刘国江坚毅地说,渔工都能移山,他相信只要坚持就一定可以完成。 刘国江知道自己的妻子在担心什么,是自己将妻子带到这里,不能让妻子一辈子都困在山上,没办法去见识外面的世界,闲暇之余,他总会背着锄头和铁锹,从山上一级一级地往下修台阶,这个工程不知持续了多少年。 而从头到尾都是刘国江一个人在干,台积一共修了6900多街,每一节都是在崎岖的山体上雕造出来的,并且这些工程全部都是由刘国江一个人完成,在楼梯修成的那一年,刘国江重新牵着自己妻子的手走下了半坡山为妻子。 买了一个发三,并且在众人面前亲手为他带上,尽管两人已经老去,在场的所有人都没有认出他们,也没有人注意到他们,在他们眼里,这只是一对老年夫妻而已。 不过在刘国江和徐朝鑫的心中,这就代表他们已经被世人所认可,被社会所接受,之后的日子里,徐朝鑫经常会跟着自己的丈夫,江山里产出的东西拿到集市上去卖,丈夫单累了,徐朝鑫就会给自己的丈夫擦擦汗, 同时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,直到后来徐朝鑫再也走不动路,只留刘国江一个人上山下山。 而这条山路依然静静地注立在哪里,之后这个故事就被节目组发现,他们听到了老人的故事之后,十分感动,这何尝不是一种真挚的感情呢? 两位老人相知相守,这一首就是五十多年,从十九岁的年纪一直到七十多岁,而这个世界上又有多少人能耐得住寂寞, 跟自己的妻子在大山里独自相守了几十多年呢,节目组并没有打扰他们的生活,后来等到这两位老人去世, 重庆市才将这由老人一点点亲手凿出来的阶梯命名为爱情阶梯,成为了无数年轻人心中的爱情朝圣之地。 2001年,一支户外探险队在隐秘的深山中发现了这条天街,顺着时间而上,在最顶端看到了身处室外桃源的两位老人, 名叫徐朝青的老太,微笑着问他们,毛主席过得还好吗? 于是隔绝的两位老人并不知道外界几十年的变化。 在日复一日的生活里,两人只在乎彼此之间的爱情。 2006年,两位老人的可歌可泣的爱情故事,被评为中国十大经典爱情故事,刘国江所凿的天街被称为天梯。 2007年,刘国江老人因病去世,享年72岁,徐朝青老人独自下山与儿子一家生活在一起,但他始终忘不了小伙子的身影。 五年之后,似乎察觉到自己命不久矣,他让儿子搀扶着最后一次来到爱情天梯旁,轻轻地抚摸着象征着爱情的台阶,坐在台阶上望着空无一物的天空,笑着说了一句小伙子,你来接我了。 几天之后,徐朝青老人与世长辞,如今,两位老人感人的爱情故事依旧鼓励着许多年轻人,重庆将近中山镇还为此,专门建了一个爱情博物馆,维持并修缮六千几爱情天梯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